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故人相见亲热得不得了 但是这可不是叙旧的时候 萧炎拉着黄飞虎的手 王爷您摸摸您还有脑袋吗 这一句话把武成王吓得大吃了一惊 萧将军何出此言 哎呀我的王爷呀 虽然说白天您打了个胜仗 那老匹夫张凤绝不善罢甘休 他已经定下一条毒计 今夜晚间三更天 派出三千名火龙兵啊 每人抱着火桶一个 要火烧连营 同时他还要在霸河放水 断绝你们的威路 手段非常毒辣呀 您还蒙到鼓里不知道呢 黄飞虎一听 完了 问萧炎 将军如何救我 萧炎说王爷 您当年对我有提拔救命之恩 我是非报不可 我给您送信就是这个目的 您别再迟悟了 赶紧打点行装 集合队伍 在林同关东门外等着 三更天之前 我在城关上放起三堆火 以火为号 我放下吊桥 搅起千斤砸板 放你们出城 黄飞虎一听 真是千恩万谢 萧炎说完了 回去了 可他走之后 黄飞镖 黄飞豹 这哥俩过来了 大哥 您说这人 可靠吗 他说的是真 还是假 咱可不能上当啊 二位贤弟啊 不必多一 萧仁是我的心腹 绝无有虚假之理 赶紧准备 紧好队伍 快都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你说这些人 自从返出昭歌 这一路上 人不离马 马不离安 甚至跑一天 连一顿饭都吃不上 人困麻烦 好容易睡个香蕉 又都给叫起来了 一个个揉揉眼睛 沉沉拦筋 不爱动狠 大将周济就说 各位啊 辛苦点摇摇牙巴 不然的话咱就没命了 快点几号 这一千来名家将 集合完了 把车辆全拢好了 黄飞虎领着队 偷偷的摸到林同关的东门 找了一片树林 隐蔽到里面 人们大啊大啊 估摸着快到时候 怎么城关上 还不见一点动静呢 突然黄明发现眼前一亮 往眼看 城头上火队 一处两处三处 消炎打了难号 众人一看喜出旺败 黄飞虎把掌中银枪一晃 撤 快 大家以最快的速度 骑着马赶着车辆 赶奔吊销 果然吊销放下来了 千金砸板也搅起 就见东关城门大开 消炎满身披挂 领着亲兵来迎接 王爷 我在这儿呢 快走 这人呢 呐喊一声 冲进林同关 进了城 不敢逗留 穿城而过 转过石子街 从鼓楼下窗过去 直奔西门 城里的军兵 有点纳闷 我这 这怎么回事 有人就问萧银 萧将军 你 你怎么把他们放了 这是军令 为令则杀 哎哎哎 这些人心里话会儿 再也不敢问了 可是也有人 是张凤的心腹 骑马一拐弯 到帅府告急 单说老将军张凤 白天呢 跟武成王干了一仗 屁股上又多了个眼儿 让武成王扎了他一枪 虽然不太重 可也不算太轻 今天晚上 他是咬牙切齿 心说黄飞虎啊 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你插翅南飞 只要我把你抓住 打秋车装木龙 送往京城 天子大喜 非得重上右海啊 到了那时 我是盲袍金带 位列朝班 就许取代你的位置 这老家伙正做美梦呢 报市的人进来 报大帅 大事报 这这这 萧将军把城门开开了 黄飞虎中人 全都进了城 看这意思 要穿城而过 奔西齐逃走 我们问 萧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 这是您的将领 啊 张凤气力一蹦多高啊 心说 萧阴呐 我是主帅 你是副将 你是我的助手 莫飞说 你背叛 我不成 又一想 人心叵测 这种事 可能出现 纷飞一声 背马 抬刀 这老头子 气呼呼的 踢刀上马 领着亲兵 赶到出事地点 可他迟来了一步 到了西关呢 黄飞虎他们 已经出了城了 他刚想 催马追赶 在城门洞 黑影的地方 那藏着个人 谁啊 萧阴 他在后边断后 一直见黄飞虎的人 全出了城 他才放心 他刚要走 张凤来了 因为张凤啊 俩眼发直 光望城外看 没注意门洞 萧阴暗中一咬牙 捞皮肤 今天你就在这 双手一鸣枪 大帅 我送你上西天 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 萧阎把张凤挑于马下 结果了性命之后 他一拨马带着亲兵追赶黄飞虎 也就追了吴里 两路兵合得一出 萧阴把刺死张凤的经过 讲说一遍 黄飞虎是感恩不尽 萧将军 咱们一起奔西齐吧 萧阴一乐 王爷 人各有志 我跟西齐的人都不熟悉 我现在还不打算去 我有个好朋友 在东党山 我前去投奔于他 青山不老 后会有期 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 王爷 祝你前途保重 再会 萧阎领着几十名弟兄 赶奔东党山 到了后本书 咱还要说他 展切不提 单说黄飞虎 闯出临通关 集集似丧家之犬 茫茫如漏横之鱼 率领着一千多人 是背道而行 人们没喝一口水 没吃一口饭 一直跑了一晚上 到红日东升 这才来到通关 呜呜呜呜呜 王飞虎把神牛带住 看了看通关 这心里都堵了个大嘎子 有那么句话 通关是咽过拔毛 兵家必争之地 能不能处得了通关 现在很难受 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黄飞虎过去执掌兵权 通关的主将是谁 他心里有数 此人姓陈 名叫陈童 过去呢 是帐下的中军 黄飞虎想起一段往事 这陈童 这陈童有一年 可靠军饷 被自己传令 重打了八十 问成死罪 后来众将苦苦求情 这才把他给饶了 把他的官知 一路到底永不受用 可能陈童就怀恨在心了 之后听说他 到了一座什么山 去修道去了 用走了八年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又偷偷回到昭歌 买通废众游魂 替他在天子面前 说了好话 也不知怎么鼓得的 居然一跃而生为 同关的祖镇 黄飞虎一想 此人心胸狭窄 必记恨前仇啊 看样子 他不能放我出关 见着他 我应该怎么说呢 他正想着 到了关前了 他吩咐人马停住 让黄明前去叩关 请主将陈童 与自己答话 早有人抱到关上了 这陈童呢 头三天 就接到文太师的首领 知道黄飞虎反出昭歌 陈童心说 黄飞虎 大概你没想到有今儿个吧 你看你当年作为作福 那个了不得呀 我这条命好像没丢到你手里头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啊 死中得火才有今日 你现在是国家的反叛了 要想上西齐 必须走我的通关 你就没想想 你能过得去 过不去 陈童早就开了军事会议了 部署三军 所以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了 飞出通关 往对面一看呢 陈童好学没乐呢 黄飞虎这一千来人 简直就是花子对 你想想能好得了吗 多少天来连脸都没洗呀 一个个窥歪假蟹 带狼抛松 有那家兵把鞋都抛丢了 简直是狼狈不堪 愧不成军呢 后边还压着几十辆大车 车上出来箱子贵 就是行李 用绳子划着 往队伍前头一看 黄飞虎 但是黄飞虎的精神头 还是满足的 胯下骑着无色神牛 掌中踢着枪 陈童把马往前一提 对面是武城王吗 听说金身大驾光临闭棍 陈某早应当列队迎接 无奈现在形势变了 你不是堂堂的武城王了 你是国家的反派 我奉天子明招和文太师的首令 正在此等你呢 黄飞虎 还不下马受负等待 何时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某家的厉害 谁也没理他 陈童自己再马上还练烫刀 练完了自己还给自己抱好 多好刀链得多好 你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 武城王头眼观瞧 一瞅这小的满脸的尖笑 就知道没也怀好意啊 强压怒火 把神牛望前一提 还得笑脸相应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人在矮言下 怎敢不低头啊 武城王冲他一抱拳 陈将军 久违了 我黄飞虎 全家人惨遭不幸 被逼背叛了君主啊 可这件事情 要轮到你身上 你又该怎么样呢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啊 将军啊 望你高个手 放我出关 将来我到了西齐 有得势的那天 绝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 将来那天在哪呢 你甭给我甜杂吃 我就知道现在 想叫我放你出关 是势必登天 废话少说 拿命来 陈同德里不让人 排马五道 直奔吴城王 黄飞虎用枪把他刀给架住 陈将军 能容我一言否 讲 陈将军 想当初 你可靠军 你可靠军 打骂士兵 已经犯下不赦之罪 还不是我把你放的吗 你之所以有今天 与我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怎么恩将仇报 全部想当初的恩情 算了算了算了 说那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 过去是过去 今天是今天 我就知道你是国家的反叛 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名 拿命来 招刀 招刀 左一刀 右一刀 一刀紧是一刀 是一刀 快是一刀 但他怎么刀 他也没有荒飞虎厉害 一开始武成王 留着情了 后来一看 这小子使了绝招了 不得不动真格的 但武成王这一抖擞精神 枪招一家 陈同 夹不住 这小子打着打着心中暗想 我何必费这劲 我有现成的宝贝 饮何不实用呢 想到这儿虚晃 一招手 拨马便走 武成王也是贪功的心切 还没能再刀地跟着 穿城而过 就除了通关 但是他可想错了 正在后边追赶 仰看追的牛头 碰上马尾了 陈同急忙把大刀 交的单手 在拨不囊之中 取出一把宝剑 这宝剑长有一寸五 听明白了一寸五 小宝剑可不大 但是陈同嘴里是面面有词 这宝剑是越面个头越大 撑撑撑撑 眼瞅着苏伊丰掌 光滑多目 他把这口神剑在手中一啼 喊一声 咪了吃 一道阴光是直奔武成王 这玩意属于左道旁门 非是人力能招架地住他 武成王就叫这眼前金光刺眼 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呢 宝剑是刺透烟头 在嗓子这块就扎进去了 从后边露出尖来 武成王大叫一声 是蹊跷流血 神牛跑回本队 武成王是哭通 尸身栽倒又牛下 他两个兄弟 黄飞镖黄飞豹 你看大哥阵狼了 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 陈童拿命来 二马骑出双枪并举 打算找陈童拼命 可是陈童冷笑一声 嘴里面面有词 拉拉门吃 再看这把飞剑一拐弯 直奔二将 黄飞镖和黄飞豹 两个人凭的是真能的 也不懂左道旁门 结果吃得大亏了 这把腰剑是穿堂而过 把两个人全扎了个透心 连肠子都流出来 二将是双双落马 死于非命 陈童灭完咒语 宝剑落到他手心上 规本还原又变成了一寸火 他乐呵呵地往白宝囊里一踹 哈哈哈哈 哪个还来 黄飞虎的几个磕头朋友 黄明周济龙魂等着一筹大事不好 这仗没法打呀 赶紧下马 把几个尸体抱起来 磨头就跑 陈童灾后都追杀一阵 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 这才率领得胜之兵回城 回城 马上写好了本章 向京城报街 单说黄明周济龙魂等人 大败尔归兵退三十里 找了块平安的地方 安营扎寨 全体将士全围过来 一筹武城王哥仨 直挺挺地倒过尘埃 黄飞虎的仨儿子 天爵天香天鹿 趴着爹爹的尸体上 他发了声痛哭 大伙一看是泄了气的皮球 弯了 一弯到底 我们之所以反出昭哥 为谁 为武城王 如今武城王 阵前毙命 我们还为谁 现在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语 前进无路 后退无门 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 有很多军兵是掩面而哭 现在群龙无首可就乱了套了 依然那吐一口怨气 这一千来人拧在一块 这怨气 这怨气可就够大的 一股怨气 从天 只冲到清风山 清风洞 你看清风山 有位出家的高人 乃是炼气士 清虚道德真君 这老真君呢 三千六百多年的道行 那是原始天尊的门下 老真君正在 闭游床上闭目养神 突然觉着耳鸣心跳 坐卧不宁 正跟慧眼一看 但见怨气冲天 掐指一算 哦 明白了 哎呀 黄飞虎在同温阵亡 齐情可惨 我言有不管之礼 老真人 这才命高人下山会斗 陈通